歐洲多國繼續受到熱浪的侵襲 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 高溫天氣引發的山火仍未受控 火勢迫近民居 消防員疲於奔命救火 全國已經有超過30個地方發生嚴重山火 其中在馬拉加 當局要派出飛機空運海水撲火 西班牙氣象部門表示 當地多處近日氣溫維持在攝氏40度以上 部分地區更高達45.7度 高溫天氣已造成至少368人死亡 輪郭葡萄牙的死亡數字達到659宗 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共已有過千人 因為炎熱天氣而死亡 預計未來數天的死亡人數仍然會增加 而在英國高溫天氣也持續 因應18號和19號氣溫可能高達攝氏41度 當局向英格蘭的部分地區 發出歷來首個極熱的紅色警報 有警告指 高溫可能會令鐵路軌道膨脹 甚至彎曲 火車可能要減速運行保障安全 而東海岸地區 長達約340公里的鐵路服務 更會使無前例地暫停服務 英國當局呼籲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道路交通方面 路面可能會在炎熱的天氣下溶化 並會出現汽車爆胎的情況 呼籲民眾要小心 另外針對英國暫未有法例限制工作場所的溫度 有大型工會要求當局立法規管 請申請 感動 請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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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